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十題 他說這個有一個豪宅 它的區域就在這個區域裡面 那它6-3在這個地方設置一個直線的雷射 那這個直線的雷射涵蓋整個豪宅的部分 剛好涵蓋這個部分 但問題說那你這個所謂直線的雷射 這個直線的斜律範圍 斜律就漏掉的雷射 好 那這個怎麼算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先把這個幾區域畫出來 好 這個豪宅的不等式 你就先把等號寫出來 這個等於0的話 當然x4-6y4-3 就是-60跟03 -60跟03 就這裡 -60跟03 好 然後這個 當然是x等於40跟08 所以是4 好 畫起來 那這個正能y大i等於 所以是往上面 負了y大i等於是往下面 往下面 那這個是正能y小等於 也是往下面 所以這兩條直線都往下 立向線 所以就這一塊 好 這一塊 好 那接下來呢 你的雷射是設置在哪裡 六三這個點 好 六三這個點在這裡 然後你說要整個 雷射要涵蓋整個 淘宅的範圍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 斜律在這個跟這個 這個範圍都有 好 這個範圍都有 好 那這個範圍呢 就是從這裡最大 好 這個是正的最大 再來就是負的 這個講錯 這是負的 這個才是正的 好 這應該是 這裡負的 這最小啦 這個是最大 所以最大應該是 斜律的最大應該是在這個 所以你的斜律的範圍呢 應該是小於等於這個 這個 六減四 二分之三減乎 好 這個其實等於二分之三 然後 它會大於等於這個 這一條 那這一條的話 會通過零三 不是 這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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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不是通過零三 六三然後通過這個焦點 這個焦點是 剛才這兩條直線的焦點 這兩條直線的焦點 你把它連理糾結 好 這乘以二 然後像加不到五x等於十 x就等於二 斜進去y等於十 所以二四 把二四找出來 所以這個 它的範圍會卸在這個 這是六減二分之三減四 好 所以它就會在 負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三之間 再看看有沒有問題 負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三